我們先請我們學校的教授為我們說的一句話 謝謝 楊雲丁、楊大使、楊處長、鄧主任以及各位同學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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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前我們講講個人的經驗 新加坡的女兒在你們講套路 剛才看到他們所謂的博物館 看到他們裡面有記載新加坡的歷史 在九年年代上個十幾到一、九、九多年 那個時候在亞洲裡面 台灣、新加坡廠、號稱亞洲市長 我看看他們的所謂博物館 跟台灣差不多 結果他後面在寫的今天 2014年左右 博物館已經跑到台灣的三倍、四倍 我想看到那個數據 真的會讓人家堆勁 我想當我們到了新加坡的時候 感覺上湖南是乾淨 法制上面是緊緊的、有條 然後好像管得太多的人也沒有太多的事 然後我個人的一個感覺是說 其實那邊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事 我想我們對我們來講的話 他說我們本身又具備了一個努力、知識之外 我想一個國際性的一個視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國家更開放、更國際化 那其實我現在都會進步 那我在台灣我過去以前的經驗 我在1980年左右 跑到歐洲那一天、跑到義大陸進入我去 那個時候其實網路上 沒有辦法找來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也沒有像現在的學校裡面 有安排這一套的活動 那真的是要出居的時候 才突然發現這個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 那我想一個人的國際性的事也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我們榮幸邀請到梁英良大使 那是他在外交部裡工作很多 然後跑到很多的國家 也曾經住過韓國大使 就是越南的大使 然後我想這方面的一個經歷 他看的事情就是在國際視野上面 其實他兩個有興奮的經驗 所以我想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他 來幫我們談談關於國際性的事情 我們非常感謝 所以我們這些熱烈的鼓掌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有個感謝壯名的感謝梁大使 WE在剛才把我們的評論 多謝 非常感謝 好 好 謝謝 掌握 拍手 我們次的今天 哪有 μα 我們現在有 謝謝 非常感謝郭琳瑩和大陸 今天到場 後來我們可以一起去一堂 而且今天下午 你們的下午也會接見 所以你們同學有說 有睡覺可以跟著報告的下午 如果有睡覺的話 我會報告的開來 用的是一個講法 所以我非常高興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外交經驗的自分享 還有一個除外經驗 剛才我們副小團說 他複製到南區 看見外國的風俗習慣 還有外國的虛速環境 感覺很像是一個 富國勾長值的事 我本人在越南太多 也曾經在南太多 我到越南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越南是國度 雖然就是在文化虛難之下 但在台灣某些生活的習慣不一樣 然後我到越南 這個第一個禮拜的時候 回到越南正面的外面 他的女的結婚 就請我參加 請我參加 然後我們台灣的風俗習慣 就包括紅包 因為大家 因為越南區 有中國大陸很近 我相信就是台灣的風俗習慣 他問我說 要交多少錢 要多少錢 我說那就是 因為越南那時候頓 我說那就是 他的地質比較大 我就說 給他六萬六千月頓的好 後來我那個祕書小姐 她是越南的 她說不能這樣講 她說我們的越南送禮金 不是雙數 是單數的 我說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 你都是 一般來說是 一千 三千 五千 一萬 三萬 一三五七到九萬 我說什麼原因呢 她說 因為其他婚老 是越南人一輩子的事情 如果是歐洲的話 表示 會提婚 表示還要再結婚一次 所以一般來說 在越南 送禮金 都是送 一三五七九 所以這個大家 如果到越南旁邊 在做各位從越南來的留學生 所以如果你們有認識的話 如果她結婚的話 你們送她的禮金 如果是在越南舉行的話 就要送她單數 那麼在韓國的時候 通學習慣 還就是結婚了 我到一個地方 在這個當地 我待了一兩個禮拜 總是你們會結婚 韓國人結婚 我送一個韓國人的帖子 他叫我在某天 五月某一天 去參加他的結婚天 大家知道 他還不懂是有效率的 一切都是 你一想 變得effective 然後我就說 那董事要包禮金 我就叫我的秘書小姐 我說準備一個紅風套 他說 他沒有給我準備紅風套 他用白色的 那個信封是白色的 上面就是寫的V V連繩的V 我說怎麼樣是結婚 是人生的大事 為什麼是白色的白風套 對 他說韓國人應該是個白衣民主 所以他們對白色是親有所忠 所以就把那個線條 就放進白色的紅套上去 因為韓國人對於紅色 比較敏感 我舉例 像我們每年在韓國會有國慶酒會 那個國慶酒會那個字體 絕對不能用紅色的字體 因為紅色是代表是見血 是代表理理 代表人有流血 所以那個字不能以紅色呈現 要你其他藍色或者綠色 或者藍跟綠 混合在於顏色的前線 所以我們 有時候我們讀高中的時候 有句話叫 死裡不同風 還一點都不同屬 所以在座各位 都是我們的 國立大學的學生 也是我國未來社會的中間分子 台灣的以後的國計畫 跟全球化 是未來不可憑的 所以我今天在火車站 碰到那個鄧婷跟我說 我們外的英美學 英美理系 還有台東大學的所有的同學 應該要向國際化了解 當然我們在台東大學 讀書有四年 或者有些人會到研究所去 問到這個東西 是在你們學校前段 我們也鼓勵 所有的台東大學的學生 畢業以後 盡量到國外去跑 我也知道 剛才主委跟我說 有些同學對外 到度假打工協定 很有興趣 我也鼓勵在座各位 畢業以後 或者去留學 或者去從事度假打工協定 大家都知道 我們跟澳洲 簽有度假打工協定 為什麼那麼多人到澳洲去 因為澳洲政府 對於我們台灣的青年人 到澳洲去度假打工協定 沒有一個限制 有一度的台灣青年 在澳洲度假打工協定 有三萬年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限制 在韓國 這個台南度假打工協定 是我代表政府簽的 那麼韓國人只允許我國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慮到澳洲 或者到其他國家去 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 有將近十三個國家 都簽有更加打工協定 大家可以在對方國度 合法打工 合法務家 然後把合法打工的錢 去交學費 有一天我在嘉義任職的時候 我有機會到嘉義市 叫做快慕村生活裡 那個地方 我碰到一個咖啡館 你喜歡的咖啡館 裡面有一隻老闆陳盛西帶著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那麼喜歡帶著 他說不來 他說我在澳洲度假 學會去如何去泡製澳洲式的咖啡 所以到快慕村的跨製生活裡 就是嘉義市的經典 開一個小咖啡館 然後咖啡館的技術 就是跟澳洲的學生 然後他的代款 是問我們的親父會 去代款 然後代款以後 有個技術的資金 他就在嘉義的跨製生活裡 就開一個咖啡店 而且生意非常好 現在不斷地要到澳洲地區 這個足以說明 一個人心 一直要到國外去走 要Go Global 要Go International 我舉個例子 這個荷蘭的教育 跟我們台灣的教育成分 荷蘭的學生 從小去 因為荷蘭是一個低地國 國家很小 畢仔很醜 而且受到海族的侵犯 所以韓國的國土 不是 荷蘭的國土是越來越小 但是荷蘭人 他一定要到國外去 去年輕 或者去做生意 或者去拓展他的生命 所以荷蘭人 一出生到學校 就受到父母的感染 學生的感染 所以父母以及學生 老師都會跟荷蘭想覺得說 你一定要到國外去 到國外去暫停鬥 有沒有時候看到荷蘭 比方說荷蘭的濾機槍 在荷蘭在荷蘭 對我們當天就要呼籲到荷蘭各角度 好像我們過去 荷蘭還有菲林的電器 在荷蘭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跟荷蘭幾乎是一樣 地宅很醜 所以需要在座各位年輕人 一定要到國外去 要開脫你們的思維 幫你們身體的體平線 種得越誇越廣越深 有時候我在想 有時候問我說 那台灣到底有沒有國際化 我願意引述一個台灣的選手 叫道西鈺先生 他說台灣有國際化 再說各位一定有機會到國外去 他說有沒有國際化有關 他說你如果做國際航線的話 你這個搖頭擺尾 這個沐斯旺 看著你旁邊有國外的人 如果外國人能越多的話 表示台灣越國際化 那麼我最近幾年 從很有機會 時常來往於韓國跟台灣之間 我發現很多國際航線 我的左右四周 都是講台灣話 或者講台灣國語 所以表示我們台灣的國際化不夠 另外一個Denchmark標準 所以你就看看 我們老百姓越來越習慣 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喜歡越來越的數學 或者看手機 所以你就坐火車或者坐捷運 你往路四周 看看有沒有人拿英文報紙 或者拿英文雜誌去看 或者看手機 你會看一些英文的資訊 這個就可以顯示台灣的國際化 那麼我給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答案是走的地方 所以我感覺台灣的國際化是漏的 那麼在座各位一樣 都是我國的未來的社會中央 新年採訊 大家要得到資訊 不只要從我們的報紙 中文報紙、電視來取得 也要吸收大量的外文報章雜誌的報告 這樣才能夠增加對國計畫的深入和廣度 而且我會感覺我們台灣人 對於國際局勢不盡的遼遼 所以對於比方說在敘利亞發生戰事 北韓的飛彈危機 中國大陸最近召開集團體 俄國土地和土耳其友好等等 這都是國際政治局勢的變演 如果我們不了解這個變演的話 也許我們在做一些生意的抉擇方面 可能會受到影響 最近有一個學者說 我們台灣人 我們沒有看國際新聞 但是我們的學者說 我們台灣的報紙的報導 只有國際劇文 沒有國際新聞 這也是台灣的部分需要改進的地方 現在是想給大家設定今天的主題 結論是大家一定要國際化 我們今天開始 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今天的主題很容易 就是外交經驗私分享 及經驗參與 經驗分享支持國本 經驗參與就是在座各位 我們在座各位參與國際事務 有兩種運氣 一種是短途 一種是長途 長程的方向 就是請各位以後有機會 去把外交健康 短程的話 我們外交部每年 都有一個輕演大使計畫 再座各位 如果您是參與七年的話 也萬一你們報名參加這種活動 而且參加這種活動 握活一群的話 可以到全世界各地 去從事於台灣文化的表演 對於您的視野 對於您跟其他工作的分享 是非常有能力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我現在是這個 目前因為大家都是大學生 我考本就是英文 我想像因為我是一個職業外的外交官 那麼我們職業外交官現在最重要的目的 有四大目的 第一個就是外交的責任 我們究竟要達到A的goal或者B的goal 我們要達到A的goal跟B的goal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為了達到這個goal 我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必須要使用你的力量和資源 然後再評估對方的力量和資源 究竟有多少 然後再評估我們未來的外交政策方向 然後第三個 叫做Compare the event 就是要把我們自身的力量 跟對方的力量做評估 然後再做確定的政策 那麼我們未來任何的外交主業人員 所以最重要的 遇到兩國發生真實法 就是要說對方 要完成國家的利益 然後雙方要扣除 雙方無法扣除的話 最後採取軍事承諾 所以以上這個四點 也就是作為一個外交人的責任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全世界的外交談談裡面 沒有贏者全黨 一定是Give and Take 就是我給你什麼東西 你們要給我什麼東西 我記得我們台灣 中國大陸和香港 要加入APEC APDC是個最重要的政府政府 但是中共認為台灣不是個國家 就不允許我們的外交部長 參加APEC的部長級會議 所以逼迫我們說 要只有我們司長級 才能夠參加APEC的部長會議 將652而已 是一種Demoted 是一種價格的影響 是當會議 但是我們為了要參加APEC的 最重要的政府 也非我去做抗亡來勢 去做妥協 有一句話說 外交就是妥協的藝術 經過妥協之後 答案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勉強答應我們的部長 不參加APEC的部長會議 但是參加APEC的部長會議 也很好 被迫降低到司長級 但是我們也認為 司長級的人官員一定是外交部的官員 所以經過多數國家過選的結果 終於有妥協的模式出現 我們妥協的利益 第一 我們外交部的部長 能夠派外交部的司長 去參加APEC的部長級會議 或者其他會議 這是我們的所得 就是我們外交部官員會參加 我們的屬司就是我們的部長 我們外交部部長 無法參加APEC的部長級會議 那麼對中國大陸而言的話 那麼他感覺到 你既然部長 沒有辦法參加APEC的部長級會議 那麼對中國而言 他是打壓台灣的成功 但是對我們而言 我們外交部可以參加國際主義的會議 中共固然打壓 但是我們外交部官員參議 也足以說台灣是主權主義的國家 所以外交就是統治的意義 一般來說外交人員在國外 他要完成這個大任務 第一個就是象徵性的代表 第二個就是法律代表 第三個就是政治代表 第四個就是保僑不滿 我們台灣每年觀光客 在全世界都要跑來跑去 那麼他們如果遇到一個災難的話 需要我們外交人員去從事你們的領事幫助 那麼另外我們台灣人 有時候不是處理 被關到外國的居留所 或是被關到外國的監獄裡面 我們外交人員都要很快去探視我們國人 即使我們的國人違反當地的法律 但是他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管理 最後一點就是Leadership Convention 就是說因為駐外大陸有先很大 我將近是一兩百個人 我先駐外大陸很小 大概也只有五三四個人 作為一個外交人員 他是一個區分的民權 是管長 他必須要拿出他的領導組的能力 以及管理這個管務的能力 所以以上五點就是一般而言 外交人員他所負的責任 我們現在宣布謾安的1.5個來講 我們下一頁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象徵性的代表 大家看到這個是國慶酒會 國慶酒會大家認為 因為我們台灣既然是個主權國家 每年的雙十國慶 我們在全世界外的 目前將近有110多個外的 每年都有國慶酒會 國慶酒會在英文裡面 叫做Nation Birthday Reception 就是國家的生日的招待會 所以這個國慶酒會 知識何分 它所隱含的任務 也就是代表我們國家的生日 在外國土地舉行國家的生日 那麼國慶酒會是很重要的 比方說國慶酒會 足以顯示你這個駐外的管束 是不是無告啦 比方說我們國慶酒會 如果有總統來參加國慶酒會 表示雙方的關係非常濃度 如果這個國家有邦交 而且卻排出一個小咖 或者裝它來表示雙方關係出的不問題 所以國慶酒會往往是政府在評估 我們跟駐外國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平常來見的時候 就在國慶酒會大家齊居一堂 所以我們說每年舉行國慶酒會 也就是我們駐外的單位 一種象徵性的代表 代表中華民國 代表一個主權 我們也不能講 下一頁 然後第二個駐外的單位 代表性 也就是Social Function 也就是社交場合 什麼叫社交場合呢? 因為在一個 比方說在駐在國一個店裡面 在一個活動裡面 那麼他都會邀請各國駐外的大使參加 或者駐外的高級的館員參加 那麼如果說對方沒有邀請你的話 那麼你可能兩次雙方翻新出不出的問題 那麼外交人員參加這個 最主要的Social Function 是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 因為我們這個駐外人員 很喜歡參加這個酒會 所謂這個Social Function 最主要是酒會、畢業會 還有其他政治的卡拉OK 都是Social Functions Social Functions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利用這個酒會的時間 跟對方的國度的政府官員 或者使業團的團員去互相交換消息 所以在Social Functions 大家其實都在做情報 當然平常的關係總是要培養 但是在Social Functions的時候 大家在交換、互相干爹的時候 都會跟對方了解他們的情形 比方說在五、六年前、四年前 韓國的北韓、金正恩、小恩恩 他變成北韓的領導人之後 他不斷地去發射飛彈 我們那時候就非常的緊張 以為可能有些學者認為 韓戰會再度爆發 那麼那個時候 我們在漢城的主要任務 就是要了解到底金正恩 會不會發動軍事的攻勢 大家就知道 首爾距離非軍事區只有60公里 然後北韓在非軍事區 在38度線布滿了很多的土炮、重炮 所以他仰眼如果北韓向首爾發射炮彈的話 會在一夕之間變成一片火海 如果北韓果然發射炮彈 往平衡方向去射的話 那絕對會引起區域性的戰爭 區域性戰爭一爆發的話 國國的首爾任務最重要的任務 因為我們在韓國也將近一萬一橋米 所以我們要撤僑 所以撤僑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艱巨的任務 所以我們政府對於金正恩的一舉動 都必須要撩乳之上 然後再評估 他到底是不是要再向南韓發動公式 一發動公式將會影響到台灣 第一點就撤僑 第二點 如果朝鮮半島再度發生戰爭的話 那麼有很多的外國廠商會轉單 那轉單可能會轉到台灣 或者到其他國家 第三點 如果左南軍事戰爭爆發的話 北韓的飛斷亂訪 可不可能經由台灣海峽上風 不慎在國民台東大學落地這件事 就是也值得研究 所以我們駐外的神仁指恩 就不斷地參加各種國際場的 了解當地的想法 了解各國時間法 對於可能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 做出了頻率 這個就是我們駐外人員 除了是象徵性的代表以外 另外我們還是一個法律的代表 因為我們跟這個韓國跟駐大國 簽有很多的MOU 簽有一些量子備忘書 或者簽有條約 那麼我記得 我是2011年代表政府跟韓國簽了 新年度假打工協定 在新年度假打工協定裡面 這個裡面就決定了 雙方在對方的國度 每年最多500名的 這個新年度假打工的名額 所以但是我那個時候有個伏筆 以貴500名為限 那個伏筆說 但是雙方認為有必要的話 可以繼續就增加的名額 再重新開始磋商 所以這是還有彈性的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到韓國 去度假打工 可以去問上外交部的網站 或者跟韓國駐台北的代表出去問 到底名額有沒有增加 所以這個東西也都是民間要先行的 政府官員一定要去做鋪路工作 所以我們叫做兵馬衛動草樑歇 草樑就是雙方的度假打工協定 兵馬就是在做客位 所以有機會啊 你們都可以到韓國去度假打工 看看那個宋輝草 啊怎麼怎麼是真的很漂亮 好 我們這個時間所限 我現在打算啊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報告一下 出關人員的責任 剩下半個小時 來請大家自留發問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發揮自由 能夠隨時下宴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圖啊 在2004年啊 馬總統啊 馬英九先生當中華民國總統啊 那時候他的政見裡面啊 就有一條啊 他說啊 要拓展啊 台灣的這個這個 東北亞黃金三五行圈啊 就是說那時候的執政黨啊 那個那個那個時候的 在一個黨是國民黨啊 在沒有選上總統之前 他們就開始有一個政綱出現 他們有關於韓國方面啊 他們希望啊 就是說從松山機場 能夠開拓松山跟薩洪的 調的機場 直通航線 然後啊 然後跟日本啊 這個也有一個直支直通航線 然後松山能夠飛到基金坪 大家也許到韓國去呢 如果你到韓國啊 你如果在仁川機場下降的話 從仁川機場到城裡面啊 要將近兩個半小時 浪費很多時間啊 然後啊 我們如果開拓松山到金坪機場的話 大概也只要從 從下飛機啊 從金坪機場下飛機到城裡面去 大概也只有一個小時 所以說那個時候 我們馬總統當選 總統的時候啊 外交部就訓練我啊 那個時候我正好是韓國 就訓練我啊 目的啊 要使命拼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是非常艱困的任務 為什麼艱困呢 第一個反對是誰啊 第一個反對就是 金坪機場的距離 因為如果 台灣開拓這個航線之後啊 因為有些飛機會起起降降 會造成睡覺的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還會造成空氣污染 所以當一個議員啊 堅決反對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堅決反對 也只有朝向政府部門去發展 我們甚至啊 也找到青瓦台的最高的城前長官啊 來說明啊 開拓兩個航線啊 相當重要 最後 終於啊 雙方之間啊 達成協議啊 我們的飛機啊 一些韓國的飛機啊 都可以飛來往於雙山跟青瓦之間啊 但是這個國際協定啊 怎麼會對於國內產生衝擊啊 對台灣產生衝擊啊 那麼台灣人啊 到韓國的旅遊人數啊 不斷的穩定增加 同時啊 韓國的旅遊人數啊 後面的時候啊 有兩家啊 這個 小新航公司啊 就好像 航的這個小新航公司啊 即將面臨啊 破產階段 那麼韓國政府看到 雙方已經簽了 雙山金普的航線 起了這個簽以後 他就指定 兩名啊 兩個小航公司啊 去飛啊 金普跟台北的航線 後來啊 這兩家小航公司 生意開始穩定 免於破產的經濟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外交的活動啊 如果你到了一定程度 它會對國內啊 的經濟產生的影響 我們在最近啊 發現啊 520之後啊 當時我發現啊 台中市啊 實況 譬如已經這麼的茂盛了 因為有遊覽車越來越少 表示啊 目觀光科的越來越少 可是啊 台灣跟韓國之間 雙邊的掛光的庫房 所以我畢竟成有增加 我在啊 六年前到韓國去的時候 雙方的來往的旅客是 六十萬 現在已經突破了一百萬 所以可見啊 國際政治的操作啊 有助於在某些程度上的 有助於國內的 或者經濟的發展 好我們再看 右邊這個圖啊 這是我們跟某些人 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但是過去自由貿易協定啊 只規範啊 這個 貨品以及服務業啊 但是大家知道 你看看這個 我們兩國的之前 我們跟某些人 自由貿易協定裡面啊 有一條跟原住民有關 再說各位啊 也許是與原住民 但是為什麼啊 我們跟某些人之間的 貿易協定 怎麼會跟原住民有關呢 原住民基本上 在商業上是或是 我們跟原住民有關啊 因為大家要報告一下 我們為了要促進 台灣的原住民啊 跟某些人的毛利人啊 之間的原住民的交流跟交換啊 特別啊 在台灣跟某些人的自由貿易協定 加了一條 促進啊 某些人的原住民啊 跟某些人的原住民之間的交換 所以大家知道 是一個空氣協定啊 不限於貿易啊 他的限局服務啊 涉及到各個層面 所以我說啊 自由貿易協定啊 以後啊 已經算是可以投資啊 雙方在經濟上的結論了 下一頁 啊 那個這個 我們另外的任務啊 也就是啊 雙方如果簽署國際公約啊 要把那個條約的證明啊 這個啊 要停放在 住在我的外交部 那麼大家知道 你看啊 這個地方啊 是屬於北太平洋 是屬於北太平洋 這個北太平洋有個現象 大家知道台灣的漁船隊啊 是全世界啊 最強大的漁船隊 湖大江死了 三大洋 都有我們台灣的漁船 所以台灣的其實在琉球啊 以及在東港的地啊 大家都看到很多的 泡田蟲都是金筆混化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船長啊 到處去打魚啊 撞到我們的外匯程 所以東港啊 就是啊 貧窮 死者 非常有錢 那麼我們台灣啊 在漁船啊 喜歡跑到北太平洋 去抓秋刀魚 秋刀魚在冬天的時候 貴姓叫 秋秋刀魚 因為這個秋刀魚啊 是在秋天在捕獲的 那麼它的形狀像是把彎刀 所以我們叫做秋刀魚 秋刀魚啊 富有遺漁 而且是做罐頭 那麼在這個2014年的話 我們台灣的船隊啊 在北太平洋啊 去抓捕秋刀魚啊 是全世界的冠軍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漁船啊 比較這個 比較什麼 比較希望滿載而歸啦 所以有些秋刀魚 抓捕秋刀魚 可能會影響到 環境的影響到秋刀魚未來的執掌 所以啊 美國 日本 韓國 跟台灣 就決定成立一個 國際組織 叫做北太平洋 漁業 米智慧 那麼 所以這個四國 就基本上 就這個秋刀魚的捕獲 還好 還好 來做一個規律 所以換句話說 對於這個秋刀魚的捕獲 都有一定的規則 但是因為這個 中國大陸的激情是怎樣 現在啊 中國大陸 尤其是山東省 也 也了解我們的 捕獲秋刀魚的技術 以及漁船的設計能力 而且建立了大型漁船 這樣的話 對中國大陸的秋刀魚的漁船 對漁船 激情直追 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台灣 很多的機器發展 都是世界第一流 連中國大陸 都會有想學前的技術 但是它的缺點是 我們的技術 如果我們學會以後 讓我們來 都要優勢生存 這也是最重要的責任 但是四國簽的這個國際協定 成立北太平洋的 這個粵語理事會的時候 那麼這個國際協定 就要通過我們做韓國的代表處 去把這個國際文件 推到這個韓國的外交部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之一 然後下一頁 下一頁這個就是我們在1997年 參加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現場 但是因為我們並不是會員國 所以我本人是在觀眾席 觀眾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政府會要推動 參加這個WHA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機構 就是世界衛生大會 就通過我幫忙提案說 我們要參與WHA的做一個冠冠參與 那個時候會場吵架 一團 結果主席很困 主席就問他旁邊的法律部門 這位人兄 又配上法律部門 他說怎麼辦呢 大家意見分量 對於台灣是不是要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人年一直輸 所以這個法律部門就跟主席發告 他說我們開放投票了 因為我記得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他說我們修回5分鐘 修回5分鐘的時候 這些各國代表紛紛跑到場外去 他們跑到場外去幹什麼 因為這樣突然 和啦 這個議題 因為是臨時動議 所以他們看到 因為我們現場就聽到 他們各國代表馬上打電話 有跟國家的外交通 包括衛生署請求指示 他們這個到底要投票 贊成台灣還是反對台灣 到最後投票結果 我記得現場那個時候 是我們現在的現場院院長 以前那時候 是衛生署署長張柏洋 還有在現場 到了最後的投票結果 一翻兩邊 我們代表了 為什麼 因為各國的政府 對他們去募集 依照有沒有邦交 來決定投票的前後 所以我們必認成這樣 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很現實 有邦交就是 因為其中華來幫忙 沒有邦交 到最後 會遇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難 這個我們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也是一個很強烈的提告 我要下架葉 我們駐外館的任務 還有一個任務 我們不但是一個外交人員 我們還是不動產的代理商 他說你們台灣出外人民 為什麼是不動產的代理商 這在戰鬥各位 你們看這個情況 這個是在韓國 是在那個清西川的旁邊 在清西川的旁邊 有的叫水漂洞 水漂洞 某天某月某一天 突然時間著火 那麼我們是水漂洞 這個對面地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有財產 所以一發生火災以後 韓國的地方政府就找我們 他說因為 依據中華民國國有財產法 出外當地 是中華民國出外國有財產的管理 所以這個火災 發生火災之後 韓國政府就找我們 要我們去料理善後 所以也碰到很多的當地的 而且有違章建築物 也有些人被當場燒死人 都說我們要我們出外人員 去複集中責大任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外交人員 大家以為 一定是在酒會裡面 或者在五會裡面出現 但碰到火災也有我們的生意 為什麼 因為一燒掉我們的能力 完天 我們在韓國有26體 國有財產 這26體 國有財產 每一件的財產 都涉及到非常複雜的法律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研究這些法律問題 甚至包括消防安全的 也都是我們所謂的問題 下一頁 第三頁 最重要的 我們出外人員的責任 也就是 是中華民國政府 在駐在國的政治代代表 所以各國 我們台灣的駐韓國大使 或者駐各國大使 是總統的私人代表 他代表了總統的意思 所以我們說 我們是總統的 來 最重要是從事政治活動方面 駐外單位 最重要的 有兩個子 最重要的 一個是大使 再過來他的總右手 最重要的政治參試 政治參試他的意見 永遠是比其他的經濟參試 或者其他勞工參試 最重要 因為政治主導一切 如何要作為一個 有用的政治參試呢 他必須要像個feel一樣 一個觸序一樣 他要像新聞記者一樣 到處跟政黨 不管是在野黨 是政黨 或者跟部長 或者跟媒體 媒體 以及輿論 還有刺庫 還有新聞評論員 什麼叫新聞評論員呢 就是我們台語長的民主 還有專案作家 他們的prose and cause 專案作家 他們的不同意見 也都是我們收集的目標 所以政治參試相當重要 他們每天一早起來 就去翻譯報紙 瞭解到韓國日清的政行的變動 比方說 如果說 版文煉弩之間 突然之間 南北韓在當地的駐軍 發生交火行為 或者北韓 又從北韓發射一枚飛彈 往自然的方向跑 這都是我們注意的目標 我們不怕韓國發生戰爭 我們只怕發生戰爭之後 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下一項 這個 也在問我說 那外交人員跟行李記者有什麼關係 外交人員最重要是保密 所以有些人說外交談判 就好像男女的戀愛一樣 要到最後男女的關係成熟之後 才決定跟各界說我們是男女的戀愛 因為外交人員都不宜跟外界去尋說 例如說 政府各界的發言人 外交各界的發言人最保守 因為他絕對不會講所有的 他只會就一些事件 做一些無關通的評論 為什麼呢 那你跟他說 我們有資的權利 但是 資的權利 絕對是在國家利益之下 因為外交人員 他所控制的議題 就是涉及到 多麼的業務 不理他在公眾面前去討論 那麼新聞記者就不一樣了 新聞記者 他碰到什麼消息 他的目的 就是跟全世界講 這才達到他的目的 大家看到這張圖 這個圖是一個敘利亞的小孩 這敘利亞的小鬼 他要從土耳其 要從土耳其 通路到西道 結果他不勝 就在海上被淹死 被漂到海上去 就給這個新聞記者 在西道海上射下來 這個禁門 馬上全世界媒體都知道了 因此造成了 大家被蓄意養著 內戰的安全貫切 就是一張照片 其實都有提 和萬交 那麼至於這張照片 背後 外交官之間 各個 外交官之間 如何去交流 運作 互相辯論 都是很愛的事 都是立命的在談談 所以外交 外交任務 最重要就是要報告 要跟外交部總部報告 當地的真正政局的發展 這個電報是我們這個辦事處 給外交部的一個電報 因為這是我在今年初 我到日本去演講 所以我們駐紮化 少部的辦事處 就將我要到日本的辦事處 去演講 寫成一個電報 做個平息 說我要去還是不去 日本被我們招待的發現 我們要駐地的辦事處 都要跟這個外交部眾事態 跟外交部眾最後的軍力 下一頁 以上 這是我們台灣電報 底下這個電報 是美國大使館 這是美國駐西共大使館 FM 就FORM FORM FORM HAMEN Embassy 災害 就說 是從西共 不是泰國 而是從西共 美國駐西共大使館 發了電報 那個時候 也在韓國人縣 所以美國駐西共大使館 幾乎每個禮拜 都寫了他對當地政治局勢的發展 然後這邊 他發給誰 To Secretate State Washington 他是給國務卿 SECR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也就是 這是美國駐越南大使館 發給華盛頓的國務卿 美國國務卿就是他的外交部 所以這個整個東西 讓大家看到 這個Web situation report for NETROR 就是1973年 4月8號到14號 整個月有個局勢的發展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 外交人員最最重要 就是要做政治分析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裡面 有幾個是 Confidential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激勵 他用Confidential Kentr Kentr 這個是越南的一個小的縣市 在同肯特發出來的秘密電報 所以大家看到外交人員 他不但要我勝利的邏輯推理 而且文筆都非常好 因為事實的反過要非常適合 所以我們的 在入地的報告 不但要精確 還是要訊息各萬 而且要收眼 好 我們下了下一頁 這個最重要 大家看到這邊有個老房 這個以前我在格列的時候 遼國是我的霞區 那麼大家都知道 越南遼國它附近是靠近金山腳地板的 那個地方有一些販毒的團體 他們是金山腳製作毒品 販賣毒品的中心 所以就有很多一些的車手 就從那邊拿了一些毒品 然後就跑到全世界各國去販賣 所以他們是屬於運輸毒品 所以有不勝 有一些台灣人就給遼國政府抓到 所以遼國政府法院判決 就說他們要監禁眾生 那麼雖然他犯了運輸毒品的罪名 可是我們作為一個住處的人員 所以我們幾乎每半年 都跑到遼國監獄去看我們的國人 那麼這個國人 兩名國人是年紀輕輕 我看大概有三十幾歲 長得也比較人才 但是感覺非常無奈 因為他了解他在這個監獄裡面 要關一輩子 所以他跟我說他希望能夠執導出獄 那麼他認為他這個販毒行為 是給他栽贈 那麼雖然他栽贈是給他栽贈 但是遼國的法院也不有什麼心意 一直判決他監禁眾生 所以大家知道 當然我們政府也希望跟韓遼國政府 也希望如果他們當局有大色特色的話 也希望他人們圖犯列入大色特色文章 這個名單裡面 但是在那個時候是不太可能 因為他犯了販毒罪是一個國際的公罪 所以國際間任何人對於這個犯人心 都可以白骨拘擊 大家知道我們在泰國也有一些台灣的囚犯 但是大家知道在泰國監獄裡面 這個待遇沒有台灣 那麼我們在台灣也有一些泰國人被關在台灣監獄裡面 所以我們的政府就希望跟這個泰國政府來換球 也就是台灣的囚犯能夠立即到台灣來 在台灣監獄裡面服刑 同理也是泰國的犯人回到台國去 可是這個事情泰國政府在那個時候是非常的猶豫 為什麼?因為環球協定是屬於雙方司法拐霞權的承認 而且泰國受到一個中國政策的影響 也不願意 另外泰國在台灣的囚犯 他也不願意被遞解到他的家鄉泰國 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 所以這些泰國囚犯在台灣的監獄裡面 就有做一些勞作就有收屋 據說這些泰國囚犯 如果說是在台灣服刑三年 他會賺一筆錢 得到泰國鄉下可以買個透明書 所以貴一貴只得泰國這些囚犯 不願意被遞解回他的家鄉 這個泰國 所以這個國際關係有時候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所以再說各位如果要去考外交這樣 絕對讓你的人生多元多彩多資 而且充滿了機器等等 所以我也鼓勵再說各位有機會 能夠我們去報告外交特務 還有一個 看到我們這邊有右邊這個台越同資保障協定 大家知道我們是越南的不是第一統治大國 就是第三統統治大國 我們在越南投資將近有300億美金 很多台商都在那邊投資 所以在台灣現在學越南的朋友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台灣將近有將近六萬台商在那邊做生意 我時常碰到越南的台商我就發現一個病例 如果這個越南台商在那邊買了一年還在那個地方 表示他有賺錢 如果不買一年離開越南 表示他有賺錢 所以我看過的一些的越南台商幾乎都是做一年 他繼續留在那個地方 因為越南它是一個東南亞文成長的領域 他人口有將近九千萬 而且因為越戰的原因 很多年人中年人都在戰爭裡面有戰死 因為剩下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所以他是一個奉沛的國家 消費力 非一堂錢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更加了解越南 好 我們下一項 這個我們講 就是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我們講這個 這個Leadership 我們這個Leadership 其實很容易 Leadership 大家一定要有頻道風格 再多各位 為我們大家多多參加聖華活動 做學院長做班長 因為我記得有的政治人會講 A leader without ship is not leadership 所以你只是個Leaders 但是你的船卻離開你的Leaders去的話 你就不是一個領導人 而Management要管你 因為有時候駐外大陸 比方說這個是 右邊這個是我們紐約的辦事處 紐約辦事處是在紐約首善之區 在四十二階跟第五大邦 這一棟整棟大樓有四季成棟 都是我們 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在拉比亞 在一樓大廳非常高 因此我們就懸掛這個中華民國國企 那然後有的人說 你沒有方教 為什麼可以懸掛中華民國國企 我們掛這個國企是合法的 因為依據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量子 我的國企不得懸掛在四萬 但是我們這國企是懸掛在四類的 所以從外面都可以看到我們中華民國國企 所以即使中共才會抗議的話 也沒有這個抗議的基礎 因為我們說是暴在四類 但是雖然隔天多一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中華民國國企 所以下次再說各位 如果你們在紐約迷路的話 你們看到我們這個巨複的中華民國國企 因為這是我們駐紐約辦事處的館子 我們駐紐約辦事處不但從事於台灣跟紐約之間的商務關係 另外最重要因為這個地方距離聯合國很近 所以我們駐紐約辦事處也同時去觀察聯合國國的貨物的狀況 以及他們的政治狀況 所以我們駐紐約辦事處是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如果大家要考外交特考沒有機會派到這個地方去服務 在地方服務一般來說 比如說三民秘書或者副理事 基本上可以呆六年 大家想如果在紐約呆六年 政府會提供你們的薪水 那六年一定是貨物資 我們看下一項 有時候有些人說這個弱國不外交 但是基本上你看 但是我的結論是只有弱小的國家才是要靠外交 因為大國的外交它們會用船艦奉利 只要比方是一個全國在法國上停一支 船空母艦部的軍艦 就可以迫使你處在國窮返 但是就是弱國才需要弱外交 大家只要看這個左邊 看看這個圖 右邊這個圖 大家讀過西洋史 那麼在這個 這個左邊這個是這個 法國的外交部部長塔利隆 那麼在這個拿破雲大帝 做壞了之後 拿破雲大帝 推行民主主義 希望一個民主主義 結果造成了 英國、彭骨斯、奧地利跟俄國之間的法律 都非常不高興 因為打破雲最主要目的 是把這些黃權改變黃權 變成洞夫 要民主全軍 所以各個黃母聯合採訪 把拿破雲打敗 所以拿破雲就暗暗 就離開政壇 那麼這些國家 為了要處理 這個拿破雲華典奧之戰之後的歐洲關係 因此各國的皇帝紛紛覆益 那麼法國那個時候是落水狗 法國那個時候是落水狗 所以大家強倒重人推 強倒重人推 所以大家都想把那個法國 把他打到趴在地下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在五位大陸會議的時候 雖然法國是戰敗國 但是大國的外交部部長 運用得已 他就聯絡一些小國跟大國抗 所以最後他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 以及小國跟大國之間的矛盾 終於獲准這四個大國 允許法國來參加他們的黑箱作業 所以法國的外交部部長 在黑箱作業裡面 替法國爭取了不少的國家利益 由這點來看 落國並非我們外交 而是想看看你的外交人員 是否能夠讓這些大國民 是否能夠讓這些大國民 在夾縫中窮生存 不是有句話嗎 兩隻大象在做愛做事情 那麼小草也會受到影響 兩隻大象在打架的話 那麼小草也會受到退場 所以我們台灣 就好像是在小草上 撕小草的東西 如何避免兩大前英國之間爭執 把台灣犧牲掉了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一個小國的外交人員 所必然做的事情 好 我們再下一頁 好 我們講國家政策的工具 外交 經濟 軍事 文宣 國家政策 外交是外交部 經濟是經濟部 軍事就是跟國防有關 文宣 這很重要 跟我們的教育部的能不能怎麼辦 但是跟再多各位也很沒關係 然後我們這些學生 怎麼能夠變成國家政策的工具呢? 你們看看這個第四樣是文宣 文宣就是文化與宣傳 這個跟在座各位也一樣 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 上一個 大家看一下 外交部每年 這是剛剛正在舉辦 外交部 一百一五年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我們大概每年 三月初 大概每年過了後 就開始有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我記得我們在一百一四年 我們在全國各大專業校 徵選將近一百多名的大學生 來參加青年交流計畫 這個青年交流計畫 我們會集訓 把所有的年輕人集訓 將近一個月左右 在經過嚴謹的訓練之後 然後派起這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要組成六個島 到全世界各國相關的國家 去做防衍 做防衍的話 不但去做防衍的話 可以跟當地的青年交流 互相交朋友 還有出面觀光女 所以這個青年交流計畫 在這個地方的校園裡面 引起很大的反彈性 國際青年大使計畫 基本上 他就是國家政策的工具 有四種外交經濟軍事文學 再說各位也是年輕的人 所以你們要作為一個國家政策人群 參加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對你們而言 我感覺你們可以怎麼了解這個世界 好 我們下一頁 你們看一下 這個大家的理由有成 先從主委開始 有計畫簡介 我們都會每年二三月之間都會有共同 最新消息爆章都有可能 然後交流團隊也出發了 這樣 經過入選以後 我們會做訓練 然後變成交流團隊 可以分太高 比如說南太平洋 澳洲 西蘭 或者美國 或者歐洲 或者中美洲地區 去從事交流活動 等等 我們還有拍一個紀錄片 還有交流資訊 佈置在哪裡 我們都會在外 我們的網站裡面 公佈一些交流相關的情形 所以國際青年大使 有青年人的表情示範 非常有助力 我們下一頁 這是青年大使 這個刑情的關落 要下一頁 在我們的青年大使 是到紐約華府去訪問 這個照片 是到了華府 下一頁 好 我們談到這個廣告時間了 外交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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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 外交特考 最重要的是語文 所以大家現在就可以準備 這個英文的準備 所以你們要參加一下 先要去去考 所以外交特考 跟一般的高考圖一樣 例如說 去跟考選部報名 就完成報名手續 不是 我們這個外交特考 必須要完成這個 一筆策定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 並不是同時要舉行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 全民一節 多益多福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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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範大學 國際 這個 能力 減升測驗等等 還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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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呢 五種的測驗 只要完成一種 只要達到那個 中高級程度 就可以報名 不管你的分數是多少 只要你是中高級程度 就可以報名 我相信 鄧成功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種六成的 雲測是 很精華的資訊 這個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準備 你們 然後 大家 大家都是同學 然後大學畢業以後 用作品 去參加 印子 那麼我們裡面有很多 英文儲 西班牙文儲 等等 阿瑜儲 它是英文儲的 招生文儲 去做這個 好 我們再洗洗下一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為什麼說 這個英文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 陳基茲計算法 外國文占百分之三十 你看 只有這一顆 就占百分之三十 然後國際法跟國際關係與近代的外交史 佔30% 因為這個外國文是你必備的工具 那國際法跟國際關係與近代的外交史 是你的核心科目 所以這個外國文跟國際法 跟國際關係近代史 第三項是佔30% 第四項第五項是佔30% 其他合起來是佔30% 所以在座各位另外還有口試 所以在座口試是採取英文 口試是採取英文 因為這邊大概有外語個別的口試 所以這也很重要 所以在座各位如果大家對外交票好好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準備 但是準備文其實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我們這個國立台東大學 並沒有這個相關跟國際法 國際關係近代史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聽了 那麼其實國際官員今天要外交史 這個就等於是這個例子一樣 拿教科書來多多看 然後大家現在台灣啊 很多大學生都喜歡去考研究所 那麼你們在大學裡面多多修這些 跟這個經濟傳播 近代史 國際法有關的科普 然後就可以輪迴貫通 從現在就開始 我相信考試絕對不會 防保各位 就從今天開始 你們的未來就是一片光明 下一片 好 我們今天的結論就是這樣子 這個 我們作為一個外交人員 最重要是要誠實 那有些人說外交人員都是不誠實 其實不要 我在外交界的服務裡 將近四十年 我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所謂國際關係 是國與國之的關係 那這個 他最知道的是要靠人群執行 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非常重要 如果你欺騙了他 他不相信你的你的話 那麼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就已經開始腐敗了 那麼你有辦法去談到國家利益 所以我的原則就是說 我絕對不會怎麼真話 但是有一些話我不跟你講 但是我不騙你 我絕對不會騙你 我所講的話就是真話 所以做一個外交人員 最重要的就是誠實 那麼比方說 在今年十九期外交理事人員 在外交群受訓的時候 有一位學員 就是發生不誠實的事情 就找我們推訓 所以大家也知道誠實 在外交界行是相當重要 第二點 這個有人說 外交人員 是一個被派到國外去 為了國家利益而說謊話的大使 其實這個不能過來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作為一個大使 他必須要承認真意 跟巨大國來往 他不能講假話 他可以不講 他可以講這個話 可以不講 但是絕對不能說假話 去欺騙別人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一九 在那個珍珠港事變之前 日本處華府大使 還跟美國國務院 在一張聲譽 日本 他絕無侵犯美國的野心 不發動任何戰爭 但是過了沒有幾天 日本的偷襲珍珠港 造成日本跟美國之間的關係緊張 最後美國決心要跟日本拳戰 所以他就知道 一個處華大使 改良的國家 如果他說話是謊話的話 最後 就造成雙方關係的破壞 以至於到最後 日本是戰爭 我們再看下一頁 外交委員的最重要 就要對自己的國家 裝心耿耿 大家看到這個地圖 是迪迦拉瓜 我們目前跟迪迦拉瓜 我們現在有外交關係 所以說 奧迪賀 他現在是迪迦拉瓜的總統 我們記得馬總統 在他任內訪問迪迦拉瓜的時候 跟迪迦拉瓜總統 在比賽主力提升 這個奧迪賀 就是迪迦拉瓜的總統 那麼他從1979年開始 就是迪迦拉瓜的重要的國家 但是這個是有歷史 有故事的 在1979年的時候 迪迦拉瓜的當權政府 是蘇穆薩 蘇穆薩 他是一個軍人執政的政府 他是極右派 那麼蘇穆薩 因為沒有得到馬百姓的支持 因此奧迪賀 就組成一個三定流擊隊 現在從北部 所以他從北部一直攻到首都 首都拉瓜市 結果各國的大使看到戰爭要爆發 就真的跑掉了 那個時候 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住在迪迦拉瓜首都的一個 三等民族 那麼其他的館長 大使都奉一調離里加拉瓜 因為戰爭很快就爆發了 但他死守大使館 後來這個遊擊隊進攻大使館的時候 他就設法透過關係 跟三定遊擊隊 這奧迪卡聯絡 然後雙方很好之後 那個這位三定就宣布 代表政府宣布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承認三定遊擊隊 是里加拉瓜合法政府 所以他這位兵科 這位秘書 能夠部位艱難 十守大使館 造成中華民國承認的里加拉瓜 到目前為止 雙方之間的關係都良好 所以大家看到 一個小兵也能夠立大功 所以這個就是小兵的地方 因為他對於國家 他非常的忠實、好靠、可靠 所以造成台灣跟里加拉瓜的關係 非常的有用 這也都是外交人員所貢獻的心事 因為時間也很快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開放討論 再說各位 如果有什麼一切的問題 我要歡迎各位來解讀詢問 所以我們現在是提問時間 所以現在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先把你們的公司 你們的大名 然後很多人來做解答 謝謝各位 謝謝梁大使精彩的說明 各位同學 聽剛剛梁大使來分享外交工作的經驗 其實我們最大的收穫就是說 當然外交 大家會覺得說 就利用我們學校學生的生活非常的遙遠 不過剛剛梁大使開場白 他舉了一個例子 讓我們就感受兩波 因為如果國際視野受限 你會用自己的背景 自己的觀念來看這個世界 那你想想看 全世界的人有這麼多 有一億人就有一億的觀點 對不對 所以剛剛那個白包跟包紅包 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外交視野 對我們個人的成長 還有對我們的教育 其實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你從小生到大 以為是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的觀念就是要看世界 但是有國際觀的青年朋友 他看世界的高度 就不會曲線在做世界的方法只有這一種 我們從小到大 喜事是包紅包 商事是包玩包 商事包的錢是基礎 對不對 你習以為常的 日常生活的小細節 是起了文化的觀點 那你長大以後 如果缺乏國際觀 你將會成為一種非常大的限制 那聽完梁大使剛剛的說明 我們就知道說 貨產國際視野 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教育 每一個人的成長 外交事故會影響到 國內的民生 那這個是我們將來 我們受教育 我們感動大學的青年 雙頻度在將來 我們如果能夠去再 學習自用 那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今天舉辦 還有提梁大使今天分享 最大的收穫 所以我們再次熱一個掌聲 謝謝梁大使 謝謝梁大使 來 我問你 有問題的舉手 我麥克風給你 正來 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心質 梁大使您好 我是英美系的三年級的學生 叫潘淑儀 那梁大使您剛剛有提到說 外交的角色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那我對這個妥協的藝術 有一個優小的問題 如果外交角色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那代表我們台灣 在面對有權有勢的國家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又一直妥協 那陳請問妥協對我們台灣 有什麼樣的好處 那我在想 那如果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為什麼不是一門協商的藝術呢 其實基本上 大家去一門學系的同學 也會去查一下字眼 外交就是一種談判的藝術 所以談判藝術就是潛商 大家都知道 台灣它其實 因為我過去的教科書裡面 說台灣是泱泱大 後來我有機會 到這個 沃羅蒂海三小國 拉波維亞 艾斯托倫托尼亞 這三小國去 我發現那國家好大 每個國家的面積都比台灣大 所以我們當時的教科書 你們現在不算有教科書 是不是還是講沃羅蒂海三小國 可能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是沃羅蒂海三小國 因為那時候 可能台灣是以大中國觀點 去看這個小 這個沃羅蒂海三小國 這個沃羅蒂海 這個五個國家 這三個國家 每個國家都比我們台灣大 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外交必須透過協助 是一個談判的藝術和技術 但是大家想看台灣國家這麼強 我們台灣現在只是一個中度的中型國家而已 我們的經濟算是全世界 茂密大火春的全世界前十年 但是我們的政治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小 你比方說大家自己 昨天前面報紙 我們蔡總統對於我們台灣 沒有辦法參加EK 國際民航組織 感覺到遺憾跟抗議 這什麼原因呢 譬如說被我們打壓 你看到報章起來 連美國都被我們台灣 沒有辦法來請國際民航組織 第一點是中共是一個大國 它是強國 所以任何的國際事件 大家看到報章起來 任何的國際事件 重大國際事件 中共都會差一走 比方說在四年前 新政威寶開始試射核子武器 對 試射它的飛彈 或者不斷的在荒海發射它的導彈 美國就派B-52的飛機 越過這個北韓的上空 做軍事的思維 那個時候雙方看見一處激發 可是中共的外長王毅 在最後發表演說 說中國不容許任何國家 在它的名口去添亂 所以他就這句話 就代表了中共的利益 所以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強 基本上外交是一個問題的利益 基本上外交是一個限制 現在更允許是限制 如果大家對考外交考考有興趣 可以看一本書 叫做國際性的政治 Politics Among Nations 這個Test Provincial 政治書裡面 是當前最重要的地方 國際政治的外交書 你可以寫得很清楚 他說國際政治 整個國際政治就是限制 各國不斷的加強它的軍事力量 跟經濟力量去搶到它的國力 它國立成立之後 還有它的共同權力量去讓它的實力 在全世界對它都能夠很充足的驚喜 所以我們台灣是一個小國 我們連國際民進行 連會員都市 我們過去參加國際民進行 是在中共默許之下 經過了朝野的意義 美國的支持力 才能夠以跪離之內的參加 但是我們台灣並不是以六個國 這個外交部現在正義 下去操作 而是有很多次投擬的 權力動作的企業 所以比方說在國際政治上 我們看到很多立法 我們跑到外交部 為什麼不做這個 為什麼不做這個 但是外交基本上是identate 你能夠貢獻其他國家什麼東西 其他國家什麼東西 比方說現在我們不是要 要一直說要加入TPP 但是我們國家 因為台灣準備好的話 我們跟韓國會 韓國它那個國家 其他國家簽了很多TPP 自由貿易協力 所以韓國呢 它的關稅已經都很低了 所以它的國際自由體制 體質非常良好 你不要說它也允許美豬美牛 預游到韓國來 台灣可以嘛 台灣美豬美牛 來台灣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現在美牛都遭到進能的限制 所以如果我們台灣不搞美豬美牛 讓它自由進能的話 那麼台灣在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力 台灣方面 一定要面臨非常殘酷的環境 只要經過協商 經過普通協 但是補協之下 無論如何 真具國家最重要的利益 這才是我們當前的表示 我們很重要的 好 謝謝這個同學問得非常好 讓大家還安心問問 這樣 其實很難得 請大家不要客氣 好 來 那同學先來 舉手先 等一下 對 牽膀指著我介紹一下 梁大使好 我們是一美二的秋賢子 然後我想要問有關那個青年 青年就是去文化教育的那個計畫 裡面有一項 就是如果看到它 就會聞到它 或者是會什麼 如果是會攝影的話算嗎 會攝影喔 算不算 對啊 算不算 好 這個東西 你如果能夠表現出 你攝影方面的常才 讓這些評審們 感覺非常的這個印象深刻 我感覺還是有希望 因為這個東西 並沒有放出是很接準的這個標準 只要你的攝影能夠讓外國人士 能夠repress 印象深刻 能夠讓評審感覺到 你這方面是有常才的 能夠促進能力交流 而且你本人又能夠合理的應用 向外國人士來表達 你對攝影的看法 你對你台灣介紹外國人士的觀念 相信這個不無可能性 不過在過去並沒有說攝影是被列入的 有 因為過去沒有說攝影方面有常才人能夠參加期望 但是我如果是評審的話 你如果能夠說服我 比方說 我們在表演之前或者之後 把台灣的這些風景名勝 做成非常好的PowerPoint 然後在每次表演之前 來告訴我們這個美國的 或者其他國家的觀眾 然後我們由你的語言方面來介紹 這個功效跟這個唱歌跳舞是一樣的 所以我鼓勵你們 朝這方面你們去發展 也是非常好一下meach 謝謝幾位 剛剛還有哪位同學剛剛有舉手 剛剛這邊有一個同學 誒 剛剛不是有人舉手 誒 男同學你們可以 要 剛剛這邊不是有一個同學要問你 沒有 我演話了 有嗎 有嗎 是你要問啊 太好了 我剛剛看到有人要問 現在不是上課 現在是聊天之間 可以聊比較嚴肅的問題 可以啊 可以啊 首先我做兩個假設 我是大陸來的 第一個假設是 如果說大陸內部發生戰亂 請問他會怎麼辦 或者說整個中國如果真的 像現在西藏新疆這種 他真的發現很獨立 那我們整個中國會變成一種 就是大概華東這點一塊 長南這點一塊 就會分裂一下很多的國家 我想知道 台灣如果面臨這樣的情況 他會怎麼想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說中美開展 或者中國這種開展 就是大陸與大陸之間 那我都知道 台灣這邊會要 如何想要 會以怎樣的方式 來保全自己 另外我想知道的是 怎麼樣的情況下 真正意義上 則在國際上 事務上 台灣可以是完全的一個 努力的一個正題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這個大陸同學 都問了問題 非常的好 這個 基本上 我是 我不是政府官員 因為我已經退圈了 但是我感覺 我作為一個 一個 退圈的政府官員 我不希望中國發生不明的內容 為什麼 這個是很出實際的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在台商 在中國大陸的股票 大概是有一千億美金以上 雙方之間的貿易 也是一段子在成長 然後合理之後 可能稍微很少一點 但是不論不論 可能台灣跟大陸之間 一定要維持良好的經濟和投法和投法關係 因為更可能大陸的變動和內亂 或者說大陸跟美國打起來的話 那麼對我們台灣絕對是一個 minus 絕對是一個負責 我感覺中國大陸 它是一個世界工廠 因為它的發展也讓大家永遠共鳴 我感覺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可以參考過去台灣 如何從威權體制 從專制體制變成威權體制 在最後變成民主的國家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 他們會要求民主 那麼台灣在過去蔣介石政權在品質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實施威權體制 那個時候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 中產階級人數多 後來台灣經濟發展後 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 中產階級有個特點 他們希望這個社會能力 他們希望參加政党的權策的功能 他們也希望國家走向民主 因為國家一種像民主的話 這個國家的決策 就不是控制在少數的卡幹部 或者少數國戰的網民身上 因為那個時候 民意代表就可以參與政府的決策 過往的參與 所以我也希望 中共大陸的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逐漸往民主的道路 往前走 因為一有民主的話 更有一個國家 如果說他有麥當勞的店 這個麥當勞的店越多的話 這個國家就會跟其他國家發生戰爭 因為為什麼會有麥當勞的店 因為他的市場很大 因為有麥當勞的地方 表示他中產階級人越來越多 那麼中產階級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基本上希望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繼續發展 然後因為經濟發展造成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 那麼中產階級人越來越多 他會要求政府下放若干的權力 然後整個政治會營造民主的民主情境 那麼那個時候中國大陸發生的一段機會 就會越來越越越少 那麼中美之間 我感覺在新界半裏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不可能發生 謝謝大家可能發生戰爭 因為中國跟美國之間 他們是採取鬥而不破的道理 像以最近的南海的真實而言的話 中國大陸在南海 一些土島都從事軍事化的導遊活動 他們美國航空母艦 也到處在南海巡行 但是經過雙方的默契 對我部落的話 我感覺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 在現階段都會發生戰爭 而且基本上 這個中國在美國 是美國在全國 它擁有很多中國的政府公債 它是個債權人 那麼中國在美國的同事 也相當多 美國的同事 有學生的很多 雙方是互補 雙方 離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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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方面 所以 這個問題會發生戰爭 但是我總是希望 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 能夠繼續發揚光大 繼續爭取它應該的權利 其實我也知道 中國大陸內部 老百姓的人民為自由 也愈來愈為多 那麼這個報紙以前還要廣闊 現在只要中國大陸 在中國方面已經有群聚了 在其他省縣市慢慢有群聚之後 我們會看到 中國大陸以後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但是也要考一些時間 也需要靠中國大陸的海外留學生 再回到國外留片生 歸橋或者片門回國學生 能夠慢慢情緒默化 讓中國大陸的體制慢慢的改善 好 謝謝 如果真的把民主制的體制推進到中國大陸 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是杭州人 就是剛剛開吉他地的那個杭州 我就是在那個 會場的位置 我住的地方一定會有很多人 集團體的 對 在杭州 比如說杭州市下面 訂了很多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硝山 老子應該知道硝山國際機場吧 硝山他們 因為如果真的會進行主 比如說硝山人 我們來投 硝山什麼 硝山國際機場 所以硝山是一個地方 它本來是一個地市 它就是一個硝力 也不能說硝力 它就是單獨以市的理應存在 但是後來這是因為 因為好多是省會 再加上好多這幾年 發展得很快 然後之後把硝山國際進來 就硝山人 他們自己對於 好像就是沒有認同感的 他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個市 整個中國大陸 應該說很多的地方 想法是這樣子的 如果真的推行民主 只要進行投票競選 那麼大陸一定會分裂 對於台灣來說 如果大陸真的分裂 台灣才有可能真正的 在國際五條上 得到一種軍事和政治上的 雙重獨立 但是這樣子的獨立的代替就是 大陸的混亂 會以一種沉嫩失火 殃及其餘的方式 對於台灣造成 肯定會有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不會小 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 而經歷是台灣這邊 要求之獨立 那麼中國 也知道現在中國有很多問題 就是這種 就像心理上 對於壓力而老的方式 一種是你自己把它消化掉 有一種事情你外放 就是真的如果說 台灣真的宣布鼓勵 那麼對於大陸的代替 就是大陸可能會內亂 然後內亂的最終造成結果 就是我們政府可能會選擇 用出兵用非常殘忍的方式 進行鎮壓 我們這一代我自己逛貼吧 包括我們是可以很輕鬆的翻牆 我們想要看什麼翻牆的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翻出來 尤其是在大陸一些比較大的大學 比如說清華北大 上郊富大 然後這張就這張 大學的網絡是可以自己 就是可以翻牆 你可以上路狗 可以上那個門 你想要上的網站 包括有FB 這甚至我們都可以用 只是我們願不願意翻牆的問題 那想講一個VTM 分別說我可以翻出來 我可以翻出來 就現在 我想知道 這麼一種毛爾頓 台灣又是怎麼看的 我們這件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有人的想法就是 我們需要的是台灣這麼一個 在軍事和地理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 就是你們真的不想認同我們文化 不想認同我們的人 我們是不care的 我們care的也不是台灣的人 因為的確我收尾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care的是領土 因為台灣這個 我當時有在軍事上面去了解過 就是作為一個夾縫地帶 台灣的政治和 應該說軍事上它的意義是非常特殊的 我這個學的也是航空方面的東西 就是也航空式 我們用飛機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戰略點 我目前原來是有學過軍事 他學那種導彈之類的 就是他的航程 他可以就是 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 不想在這個點 就是比如在這個海雜附近 以前他本土進行軍事武器上的構制 都是一種軍事上非常強有力的一種行為 我想知道 作為生活的夾縫地帶的台灣 然後又會怎麼看待大陸的這些輿論 另外因為大陸整一個 它的那個情況是差很多 就是因為平均差距很大 比如說我來自那杭州 這邊有中地收入戶 就是有標準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欸我會要不要去 姐媽說 我一個人的工資都不值這個收入好嗎 我周回都是這樣子的 但是在一些比較西北偏僻的地方 就像我剛好當時能選的地方 那個地方都發展得非常地爛 怎麼可能同時 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發展到相同的水平 那時候差異真的非常地大 就不可能做到 說是民主 你拿到民主 你就放到東南沿海去推 就作為試點 那也不可能會面負整個大陸地區 因為大陸太大了 想知道 好 謝謝 其實如果中國大陸四分不變 這個東西其實對臺灣 一定會有好處 怎麼講 剛才這位同學講 如果中國的智囊體 基本上中國是個軍事大陸 如果說中國大陸發生了內亂 而臺灣那個時候 如果想要宣佈 我感覺 這反而称臣中國大陸 有機器 有劍 去把他的國內的內政都離開 那四分不變了問題 他會宣揚問題 他會說 臺灣不一樣 臺灣是我們中文部長 我們大家聯合起來 去到臺灣不要互相 所以這也就是 對我們臺灣 是絕對有問題 是絕對有問題 另外一個 談到臺灣的戰略體力 你剛才講的是很虛 因為臺灣在吸引太平 它在軍事上 敗你的強大 因為大家從到國內的媒體 國內的學術文章目來看 如果萬一臺灣落入中文的手中 那麼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蘇澳的潛水型基地 將會為了中英國 或者平常只放軍的海軍所在 那麼它的潛水基地 就可以升在蘇澳 所以從蘇澳一下去後 馬上進入到太平洋 進入深海的太平洋 然後不久 過了幾天就會浮現在 美國的洛杉磯的外海 這樣的話 對美國是不利的 所以美國決心 絕對不會讓臺灣 陸入以上的 你比方說 中國大陸的潛水艇 它如果要到太平洋來的話 它要出海的時候 大概會對其他國家的建設 因為中國大陸沿海 都是潛海 潛海不是潛海 所以它會很適合 所以臺灣的戰略力 是相當重要的 它是在東北亞跟東南亞的集結合點 所以臺灣如果落落的 不如在第三步 不如是香港大陸的影響 剛才這位同學也談到中國大陸 其實我可跟大家報告一下 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它國民水格 是在美金三千塊錢以下的 政府就不會予所欲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 很多地方 看到一些建築人 當地這麼久 拆一次 第二天第三天就拆掉了 在臺灣哪有什麼努力 臺灣它一定還有第一指負 它還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臺灣老百姓還可以一撞告到 這個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一步破壞 起碼要搞了56年 667年 因為臺灣的國民所得超過三千美元 超過三千美元 政府要為所欲為的話 就必須要依法行政 而這些法律 都是立法機構有通過的法律 而這些立法機構的帶來的能力 都是老百姓立法能選出來的 民意帶來的 所以不管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 成為一個無所法治 也希望中國大陸的國民的情況 能夠幫助其他世界的國家 服務救命 也希望它能夠在世界上 扮演一個堅持的強調性 謝謝各位 非常感謝梁大使的回應 所以我想從剛剛的交換之中 我們知道說國際現實 你要怎麼去面對無奈的國際現實 因為有些東西是無解的 對不對 像剛剛梁大使有取我們加入世界民航組織 還有1994年張國雅官議員參加世毛的代表大會 就是有很多是現實無法去突破 那我們今天請梁大使來說明 官交聯行我想最大的收穫 就是說在各種現實困境之下 那我們要怎麼運用我們所學我們的智慧來突破 你要講補協也好 你要講協賞也好 你要講協賞也好 這是我們要做的一種共同 這我講的是我今天參加這個外交言行最大的收穫 你要如何解開 那這就不是很單純的講法律 還是說武力去威嚇 這我想是一個外交的藝術 那我也覺得說這個對各位同學將來生長的過程 還有跟老闆協商 將來出社會以後 有很多的事情 我講都需要的外交、奧學論、藝術 那因為梁大使他在外交界 有很有經驗三至十年 在韓國、在澳洲、在紐西蘭、東南亞 都有那個外交、外以外派的經驗 那不曉得各位同學對於這個各國的文化差異 還有說在國外的生活 剛剛有講那個打工度假 不曉得這方面 我想把握機會 是不是 有同學再來請問一下梁大使 有關於這樣 謝謝 梁大使你好 我是英美三的學生 然後我叫蔡公長 然後剛剛大使有提到說 就是現在的經濟比較豐沛的國家有越來 然後我想要請問一下他有沒有其他 比較推薦的國家 就是現在他的經濟 就是人物經濟比較越進步 然後他的成為越來越發達的國家 變得不錯一些推薦 你知道嗎? 我感覺喔 你如果說啊 沒有像東南亞各國的話 大家可以考慮到那個泰國 為什麼你也覺得進去? 因為這些國家喔 經濟正在起步 如果這個時候你有一些上青 或者有一些 expertise 專業的利益 就可以導致國家去佔天 動動力 所以越南是越南的人 比較理學 越南跟泰文 也一樣 這三個 三個裡面是比較理學 因為他跟中國有很多的相似性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 大家考慮要到那個地方之前 可以先到那個郊去 去了解一下 玩一下 看到到底什麼地方 是最適合你 如果你希望到西方民主國家 要想瞭解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你會回到澳洲、紐西蘭去度假 這全世界都是你的 要看那個理會裡面 就算全世界 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請看 請先介紹一下 我是在英美 一年級的 我想問說 如果發學畢業 考外交測考 可以一邊 考研究所 一邊工作嗎 就是怕自己懂得不夠的方法 一邊 一邊考研究所的一邊工作 如果有考上特考 你考上特考的話 可以在一邊 考上特考的話 基本上它可以保留 可以保留一年 所以你特考的話 你先保留一年 然後你去讀研究所 然後去工作 你都歡迎 一邊讀研究所 一邊讀研究所 不可能 因為你還有經過六五月的訓練 那麼這個六位訓練 它有休假限制 你超過時數就會派出學 但它至少可以休學 參加這個外交研習 有興趣的學生經典都很多 各位可以跟外交部來報告一下 廣東大學有很多學生 這有興趣 應該是很好的消息 歡迎各位來參加外交的行業 那麼今天 尤其對於這位大陸的同學 都參加我們的棋聚 非常地上深刻 我感覺我們這個 兩岸之間要多貢獲 要多教育 大家都是教育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 而且我們這位大陸同學 能夠在台東大學 能夠在聽聽大家的理事 這是緣分 我們也只有通過它 能夠了解大陸的影響在牆子 而我們這位同學 也能夠透過在這位 瞭解台灣的同學 只有公共公共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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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的 謝謝 好 我有機會 有沒有其他戲所的 這位同學是 你是什麼戲 有沒有看到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帥哥 對 對 對 楊大使 你好 我是教育系四年級的郭虎 那目前我個人打字 對這方面比較有疑惑的地方是 我找不到就是當外交官的動作 想跟開楊大使 可不可以講一下當陸上想當外交官 好 這樣子 這個以前我記得 我在出動的時候 我就對於這個國際新聞 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對於國際間的運作 這個消息特別於留意 那麼以後 我就開始在出動的時候 對英文感覺有興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大概每天 都會去到朱古板 去看英文報紙 那時候我的英文程度不夠 出動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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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個政府所得了解 但是我鼓勵自己 每天一定要看報紙的標題 我先從標題看 不懂得盡它聲勢 所以我還是去死 所以那時候慢慢慢慢的 第一點我對於各國的運作 很有興趣 第二點我對英文發想 就是我英文一定要跟英文老師一樣 就像我們那個職人一樣 所以第一方面 你必須要對國際之間的政治有興趣 第二點你必須要對國際有興趣 我們台灣人學的英文 我相信主人也知道 我們台灣要看到一個深圳 他一定要先把它翻譯成在腦中文 翻譯成中文 比方說Depoman 他們說Depoman是外交官 其實真正的英文 你如果讀到無可成英文 你像Depoman 就直接反應到你的腦筋裡面 它是什麼樣子 而不是說不管英文 就是已經要翻譯成中文 然後把它變成英文 所以我感覺你如果 不管你是不是要在外交這一行工作 大家知道 要加入FTA是台灣 未來不可批評的方向跟大陸 所以如果台灣加入FTA以後 比方說TPP以後 以後外國人到台灣人會變很誘動 因為台灣人也會到國外去做生意 鼓鼠 從事國際暴力的操作 那個時候以後你就會理想到 你未來的這個生意 我跟大家舉個例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立地神 我一個朋友 她的女兒在香港讀到高中 所以她的初中跟高中是在香港邊 那麼然後回到台灣 是讀某一個大學的 在某個大學走到學士學位 那麼到了一家外商公司 那一家外商公司是新加坡公司 他們一起進去 而且同一個學校 他們的初學歷程是一樣的 都是大學畢業 都是同一個大學畢業 不同的系 所以有一次他們一起進去 老闆 這新加坡老闆 進去這個委會同學 那麼 假同學薪水比較高 假同學薪水 以同學高出將近四分之三倍 所以有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 這個幾同學不知道在什麼資料上 就是在桌上網路尾字的話 發現這個假同學的薪水 居然比他高出四分之三 他就很納悶 他就在哪一天禮拜五下班的時候 太太理論工也很認真 就找他的新加坡老闆理論 新加坡老闆莫不得說一句話 他說他的英文比例好 他能夠跟外國人跟新加坡總部 直接以英文交談 他能夠帶外賓去做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所以這句話讓這個理工學打擊很大 所以他從此以後 下班以後就跑到補習班 去補習英文的聽說補習 所以大家就知道 我知道你們的在座各位 很多都是醫美屬於文系 大家知道我有鄧主任 這把老師來教導你 所以在座各位 問你是不是英文理學系 或者其他學系 英文已經是未來的共同語言了 這就好像是說 你的電腦自然會操作Window 10 這是必備的條件 人家不必討你 那麼到以後英文就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到一家公司 台灣公司或外賬公司 你用英文不行的話 你絕對會在上班不到一個禮拜 什麼不好看 這是以後是未來的時間 所以大家要想到這個 雲文這次的工具 它你的智慧的能力是不難免得 所以我奉勸大家 就要提高你們進職場的起薪 就從現在開始加強你們的雲文 每天至少要看一篇的英文文章 英文來思考 教導 我保證你們是國立台東大學 最入球的PS 謝謝大家 教育系的同學 如果有歡迎英文作文 每週二 四 鄧老師的不定看 可以歡迎來選就來團體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同學 因為機會很難得 我們追究十分鐘 因為我們的這個 連續到三點 待會請大家先留步一下 我們要一個大合照 因為機會很難得 因為全國這樣 我們在台東是辦我們這一場 是非常一個難得 那我們最後再幾個問題 還有沒有同學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不要兩位好 楊大使你好 我是英美系一年級的 然後我想問你說 就是在你的外交生涯當中 你覺得當一個外交官 然後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你自身到那麼多國家 然後你覺得最有趣最有收穫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什麼東西 我們一個做為台灣的一個外交人員 我們最困難的這個東西是 你在無邦交國家 這些無邦交國家政府 跟當地的政府接觸 對於我們對於他接觸的事情 他有採取兩個外交 第一個都不建議 第二個都不建議 第二個就建議以後 他被你打 這個是最困難的 這個是最困難的 所以因為我們沒有邦交 他反而有時候在接觸他 反而有時候在接觸他 反而當中的一種民間機構 或者當成一個公司行號的經驗 所以我感覺最困難的 是在無邦交國家 跟政府 跟當地的政府接觸 是相當的困難的 那這個即使相當困難的 就是在發言 就是透過不同的關係 去跟他建立思想 或者透過批賽 或者透過國會議員 我們在無邦交國家裡面 跟政府關係接觸 我們先進到聖誕談 我們往往跟國會議員 請這個國會議員 當作第三者 來介紹當地的政府 來跟我們一起 來談談事情 那麼我感覺 我最近危機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在末本 我在末本 我是在1996年到2014年戰略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有一個親訪人 一個台灣的表演團體 我是大學生 到了澳洲的時候 他忽然在縣城 認識一位男孩子 這男孩子也到了四個年齡 他們經過一個與他的交往 決心要邁向地毯內觀 後來這個男孩子就來找我 因為他是住在當地 他找我 他說報告處長 他說我最近認識一個女孩子 從台灣來訪業 我認為他非常適合我 他也很喜歡我 我們打算 現在就結婚 現在就要結婚 他說為了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民法清除篇 這個結婚是採取疑似婚 跟現在是採取登記婚的一樣 所以那時候疑似婚 應該是要公開的疑似 集兩個以上的證 他說我現在想結婚 我就跟他說 在法律上 你是合乎結婚的要件 那我說 因為我跟他慢走 我說我們辦事處 作為一個政府機構 願意替你籌辦結婚典禮 那就是在我們的禮堂裡面 舉行結婚典禮 我會邀請一些人來參加 我就是正婚人 因為我是政府官員 而且是合情合理合法 我說男士 我說你跟你的朋友交往 才一個禮拜就決定要結婚了 我說你爸爸媽媽把你生下來 三十幾年 你這個好消息 你都不告訴他 而且他沒有看過你的女朋友 我說你最好 趕快回去 把你的朋友帶給你爸爸媽媽看 看完以後 跟同意以後 我才在這個地方 幫你取行結婚大田 這是讓我最溫馨的一段 但是他們經過我的見譽 從此過得起快樂日子 他們小孩現在已經大學一年了 好 我們聽了兩大學的分分享 又有一個更強烈的動機 來參加這個國際經驗分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就最後一個問題 好好把握機會 今天人家有問題 我們有沒有要分享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後面的同學 再一位好不好 那個 男同學 很像 比較少問題 有沒有 同學 有沒有 謝謝同學 有問題嗎 你的想法 有沒有 都很害羞 請教一下 我們現場還有沒有 中國大陸的同學 只有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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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能有課 對 我跟你講 因為 半個時間 都接 其實我們很有活動 所以 有沒有 要分享的 那 我們是不是請梁老師做一個很簡單的結語 謝謝 非常簡單 首先我非常感謝聯發長還有主任 還有這次能夠 還有很多中央企業學會能夠主辦這次的研討會 非常感謝大家 所以我現在最後的結論 第一個 就是希望大家從現在開始都強化你們的英文 第二點 每一個人 就是他的影片間 各行各業 都有你們的 多展 你們新天地的地方 都有你們力 所以我也預祝在座各位 能夠在學業方面 能夠一切順遂 而且在其他你們追求未來的 每一個未來之外 之外 能夠欣賞市場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那我們是不是到外面來做一個全體聯繫的大合照 你是在外面嗎 外面是會